好那我們就繼續來講這個4月13號的這一局棋啊 小軒是黑棋的這一局 下一步拆二 這個沒有問題 甚至可以說得上是好棋啊 甚至可以說得上是好棋 好白棋跳 接下來黑棋的病 不算是好棋 黑棋這個病 不算是好棋 這種地方 病一個 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白棋這塊棋 雖然 沒有眼 但是硬要這樣子去殺 是殺不掉的 好比如說這樣子封或是這樣子封 都很難殺掉白棋 因為白棋這個地方畢竟氣非常的多 我們上一次就有講過對不對 一塊氣很多的棋 你硬要把它殺掉 就像是 就像是在 後面 在蚊子的這個後面 屁股後面追著他打一樣 我們應該要去預判他的軌跡 或是製造他的軌跡 才能夠打到蚊子 而不是拼命的去追蚊子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地方該怎麼下呢 其實如果 如果是我的話 我說不定會考慮在這裡守一步 或者是在這裡稍微 就是 做一個 包圍的架式 做一個包圍的架式 如果白棋想要做眼的話 好比說下在這種地方 我就 藏進來破他這裡的眼位 白棋如果想要做這裡的眼位 我就再藏進來 破他這邊的眼位 左右兩邊的眼位 白棋一定會 損失其中一個 一定會損失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 你在外面下一步棋 他必須要自己做活 但是你硬要 去殺他的話 他很有可能 突然之間就活了 接下來實戰的 後面的棋步 就可以 證明這一點 黑棋接下來 飛一個在這裡 白棋跳 黑棋擋 這個時候白棋可以考慮 直接 頂一個 直接頂一個 頂完之後 黑棋勢必要退一個 如果黑棋不退 那就被白棋搬下來 這兩個子就被切斷 這兩個子一被切斷 很顯然的白棋就活了 這兩個子氣太少了 對吧 這兩個子氣太少了 所以很顯然是白棋會活 當然 如果你說 我用這招連搬 可以渡回去 好比說像這個樣子 我可以殺掉這些白棋 這個時候的白棋 在黑棋連搬之後 可以先 靠在這裡 可以先靠在這裡 這個就是 我先把這個定時炸彈 留給黑棋 你要留一手去拆他 你如果不拆 好比說你搬一個 我就接上 我就接上 你 你來補棋的時候 我再 再衝一個 這樣我就突圍成功了 對吧 你這個時候如果想要包圍我 我就在打 我就在 叫吃 這個地方的連搬雖然 表面上可以渡過去 但是實際上 黑棋 只能夠二選一 第一個 阻止白棋渡過 第二個 就是這個 任由 就是 阻止白棋渡過 跟阻止白棋突圍 黑棋沒有辦法同時做到 沒有辦法同時做到 所以這個地方的白棋應該是 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地方 最強硬的手應該是退一個 白棋可以保留這個 拐的先手 黑棋 白棋 A拐 黑棋 B Duck 這個先手白棋可以保留 保留之後呢 白棋靠出來 黑棋 如果想要切斷白棋的這個退路的話只能搬在裡面 如果 搬在外面的話很顯然的白棋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黑棋是 封不住白棋的 這個地方黑棋是封不住白棋的 黑棋只能夠 搬在裡面 白棋衝 黑棋叫吃 白棋 跑出來黑棋接上 這個時候 白棋再拐 然後接下來 白棋斷這個之後 沖這個 斷這個之後沖這個 這樣子一來的話 黑棋這兩個子 必定會死 如果黑棋要救 白棋就立下 然後靠增子 把這兩個子吃掉 無論是哪一塊棋被殺 這兩個子被殺 還是這兩個子被殺 黑棋都是大失敗 黑棋都是大失敗 所以這個地方 白棋如果說 直接靠出來 或是說頂一個之後再靠出來 應該會比較可以 應該會比較能夠把黑棋給 擊潰 一口氣擊潰黑棋 白棋 靠出來 黑棋扳 白棋長 這其實也一樣 黑棋 下這個地方沒什麼意義 白棋接上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黑棋的落地已經非常的多了 第一個 白棋只要飛在A位 就可以突出重圍 就可以 就可以 把這塊白棋給 這個 勝利大逃亡了 如果你覺得飛一個不安全的話 你也可以拐一個 第二個 白棋靠在這裡 這兩個子就有被切斷的危險 第三個更直接 翻在這裡 把黑棋繳 這兩個子給吃掉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黑棋擋 這明顯的是要去擋住A位的逃生道路 然後接下來黑棋在 地下來 白棋翻 黑棋翻 A位的路線沒了 但是B位跟C位的路線都還在 好比說白棋靠下來 再扭斷 這樣子一來的話 黑棋這兩個子 跟這兩個子 應該是無法這個堅固的 應該是無法堅固的 或者是怎麼樣的 白棋更直接的搬下來 然後立下來 這兩個子被吃 這塊白棋就活了 這塊白棋一活 黑棋 基本上沒有什麼翻盤的雨地 基本上沒有什麼翻盤的雨地 尤其 白棋做活之後 這塊黑棋 還必須要 忙著做活 還必須要忙著做活這塊黑棋 你不是做活這塊黑棋的話 這塊黑棋再一死 黑棋就 更沒有機會了 對吧 黑棋 飛一個 想要做活這塊黑棋 白棋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 他們說第一個跳 救出這些棋子 等黑棋去做活 然後接下來 再守住自己的空 白棋只需要守到這一線 基本上就是大優勢 尤其我們剛說過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搬虎還是先手 對吧 這塊黑棋有死活危險 對吧 白棋 虎一個 這是有問題 但是問題沒有說非常嚴重的一步棋 這個地方黑棋只要退回來 其實黑棋這塊棋的弱點就沒了 這塊其實弱點就沒有了 只不過白棋是有可能可以 差不多點一個 然後再斷掉 點一個之後再斷掉 這塊黑棋依然是比較危險 只不過我剛剛那個下法 就是剛剛變化圖的下法 是一個比較 乾脆俐落的下法 相當於什麼樣子 相當於 我用快刀把你的頭給砍下來 我用快刀把你的頭給砍下來 而 這種下法 相當於我用美攻刀去割你的肉 我用美攻刀去割黑棋的肉 等到黑棋被 打趴之後呢 白棋其實也是 冷汗直流這種感覺 但是實際上 白棋應該還是優勢的 白棋斷在這裡 這就是次序的錯誤了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點而不是用斷 因為斷一個 黑棋在外面一打 這個白棋根本就跑不出來 這個地方我懷疑白棋是不是滑飆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認為 我斷掉 然後 這也沒有用啊 對吧 這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白棋看錯了 很明顯應該是白棋看錯了 接下來白棋斷 黑棋 黑棋這個地方長 這個地方 我看看能不能增掉 增不掉 這個地方增不掉 黑棋長是有道理的 這個地方的白棋 棋棋應該要選擇 壓 應該要選擇壓 或者 不是選擇壓 應該是選擇這個 叫吃 叫吃完之後再打一個 這個東西應該是絕對先走 黑棋不可能放棄這三個 放棄了這三個 全部都 全部的包圍網就分崩離奇了 就完蛋了 黑棋 接下來白棋再跳一個 白棋雖然可以衝出來切斷 黑棋雖然可以衝出來切斷白棋 但是黑棋只有四棋 這塊白棋 無論如何會超過四棋 無論如何會超過四棋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白棋 這樣子叫吃 叫吃兩下 然後再跑出來 這塊白棋一定 跑得出來 白棋一跑出來 這五個黑棋死了 這一坨黑棋也全死了 黑棋就可以投降了 黑棋就可以投降了 所以這個地方白棋是 錯失了機會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說不定 說不定黑棋應該要考慮 這個地方其實也很難說應該要怎麼下 這個地方 白棋斷一個 既然是成立的 黑棋應該就 沒有機會 應該就沒有機會 但是宋子這個下法實在是太抽象了 宋子這個下法太抽象了 好 接下來白棋壓黑棋搬 白棋叫吃這個時候來不及了 這個時候在叫吃 白棋的氣就少了 剛剛叫吃之後 白棋的下一步是跳 現在實戰白棋的下一步 白棋就相當於118跟119交換了一步而已 對吧本來應該要直接下在119位把黑棋給吃掉了 現在變成黑棋有機會可以把白棋給這個 反殺掉 這個地方 千萬要小心 這種地方自撞一氣啊 很容易會重生到死的 好接下來 這個地方的白棋可以考慮 彎一個 可以考慮彎一個 這個地方黑棋其實難度很高 難度高在哪裡呢 這三個黑棋 沒有活 顯而易見 接下來 這一坨的黑棋 也沒有活 這一坨黑棋也沒有活 這三個黑棋跟這一坨黑棋 同時遭到了白棋的 補殺 非常難以兼顧的 非常難以兼顧的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白棋能夠長得出來 那黑棋就沒有辦法把這個白棋給殺掉 他不是說 黑棋 黑棋這樣子 跳一個 白棋只要像這樣一虎 黑棋基本上就 沒有機會可以這個 沒有機會可以跑得出來 這地方假設 黑棋選擇 跳 白棋就虎一個 黑棋長 白棋就壓 可能會想說我翻一個之後 翻在這裡 白棋不是已經死了嗎 這樣的一個死法 但是 黑棋翻的時候白棋是可以彎的 白棋可以彎的 接下來白棋再管 接下來白棋再這樣跳一個 這樣子一來的話 黑棋依然會被封在裡面 依然會被封在裡面 如果說這個地方 白棋不放心這樣的一個手段的話 白棋也可以 像這樣子藏出來 黑棋如果要動出的話 白棋就先翻一個 黑棋斷 白棋叫吃 黑棋藏 白棋跑出來 這個地方 黑棋依然是殺不掉白棋 依然是殺不掉白棋 所以這個地方 黑棋還有一個弱點 就是白棋斷 白棋斷 立下來 然後接下來這樣子 虎下去 這裡面的黑棋就相當於什麼呢 白棋這個棋是絕對先手 黑棋這裡面棋非常的緊 這個大頭鬼 算得上是一個基礎的手巾 大家可以先這個 記錄下來 可以先記錄下來 白棋只要像這樣子 彎一個 就是維護住了自己的氣 雖然白棋的棋型是魚型 但是黑棋的棋型是烈型 雙方都是糟糕的棋型 那就要看實際的狀況 看誰更糟糕 看誰更糟糕 好 總而言之這個地方 白棋實戰的 翻一個 被黑棋打到 打到 打了兩下 白棋是很難 很難封住這塊黑棋 這塊黑棋雖然形狀看起來非常的噁心 沒有眼圍 但是他的好處就好在氣很長 5氣6氣8氣 對吧 這塊黑棋有8氣 白棋的包圍網 又非常的脆弱 所以說要殺掉這塊棋 並不那麼容易 好白棋管 黑棋靠出來 接下來 白棋這個地方 可以先搬一個 白棋這個地方 可以先藏一個 白棋先藏一個 藏了之後黑棋勢必要 接上 白棋在 擋住 黑棋頂 搬 把這一塊全部都吃掉之後呢 白棋這個地方可以用虎的 可以用虎 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好像可以用這個 飛的方法 把這塊黑棋封在裡面 接下來能不能殺掉就要看自己的計算力 虎還是 飛 這個我研究了 蠻長的一段時間 好像飛一個也可以把黑棋殺掉的樣子 好像飛一個 剛好也可以把黑棋殺掉 所以說如果把這塊黑棋殺了 雖然這個地方白棋損失 損失慘重 左邊白棋損失慘重 但是中央 白棋是救毀了這一塊的白棋 殺掉了中央的一頭黑棋 那這樣的話 黑棋應該就贏了 白棋應該就贏了 白棋應該就贏了 白棋搬這個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啊 接下來這個地方的白棋 呃 在在 接一個 黑棋搬 這個很明顯是要殺白棋的節奏 黑棋這個地方對於白棋的死活也是 抱著不死不休的態度 好 接下來白棋挖這個是大惡手 挖這個是大惡手 這個地方 黑棋可以直接叫吃 可以直接叫吃 把這個子給吃掉 把這個子給吃掉 如果白棋接 那很顯然的 這個應該不是 段位棋手看不出來的死活吧 這應該不是段位棋手看不出來的死活吧 這個地方如果白棋 從外面叫吃的話 想要把黑棋殺掉 這是不那麼容易達成的事情 因為這個地方黑棋有一個靠的妙手 黑棋有一個靠的妙手 這地方 不管白棋是搬在這裡 還是這個 這個地方 黑棋下出這招靠之後 白棋不管是接 不管是退回來 黑棋在這個地方是有機會把白棋整個封鎖進去的 那這樣子 這樣子斑也一樣 黑棋也可以突圍成功 黑棋也可以突圍成功 黑棋一突圍成功 那白棋基本上 這塊棋就會死在裡面 這塊棋一死 白棋就 反勝為敗了 對吧 所以這部棋 挖進來是惡手 黑棋只要在外面 多了這個 這一坨白棋 氣就變緊 氣一變緊 就殺不掉這塊黑棋 但是黑棋實戰 不知道是沒看到 還是怎麼樣的原因 選擇下打 接下來這個地方 白棋有可能下這招 飛一個 直接把黑棋給殺掉 這個地方其實變化非常的複雜 變化非常的複雜 那黑棋這個地方做活 黑棋這個地方做活 白棋 尖這個 好像也可以把黑棋殺掉 不管怎麼樣 黑棋這塊 下了這一步下打之後 這塊黑棋 就岌岌可危 可能真的要死掉了 可能真的要死掉了 黑棋這個地方 飛出來 是要進行這個頑抗 白棋衝 黑棋接 白棋斷 黑棋藏 這個時候的黑棋 這個時候的白棋 應該要選擇 藏 應該要選擇藏出來 看看能不能突圍成功 這個地方白棋剛好可以一氣逃出來 剛好可以一口氣逃出來 這塊黑棋 應該是殺不了這塊白棋 這塊黑棋應該是殺不了這塊白棋 這個地方如果說是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正的話 白棋應該是可以 碰一個出來 應該是可以碰一個出來 如果黑棋像這個樣子 看如果白棋下這個東西可以把 把白棋全部封在裡面的話 白棋可以下這招 並這個 這樣子一來的話 黑棋就沒有辦法切斷白棋 對吧 黑棋就無法切斷白棋 這個地方 白棋只要靠得出這一手棋 應該就可以突出重圍 應該就可以突出重圍 所以說這個地方 白棋長一個才是正招 黑棋這個地方 白棋這個地方補在這裡就是補錯地方了 黑棋只要搬在這裡 這局棋基本上就結束了 這局基本上就結束了 白棋搬 黑棋教室 白棋這四個子不能丟 但是黑棋只要接上 這塊白棋只有兩氣 周邊的黑棋氣都比較長 這塊白棋一死 下面的白棋就會死 白棋就完蛋了 白棋就完蛋了 這個地方 好像無論怎麼下 白棋都沒有辦法這個 沒有辦法這個 逃出的 所以這個場多麼的重要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白棋這個地方 黑棋這個地方夾一個 看起來有點誇張 但是好像也可以殺掉白棋 好像也可以殺掉白棋 只不過 會比較複雜 就跟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用美工刀去割別人的 皮膚一樣複雜 這個地方如果白棋長 黑棋也可以斷 白棋如果像這樣子 把這三個白棋 砌掉 這個地方黑棋已經火了 白棋就死了 這樣不行 白棋如果衝出來 然後再 硬扛的話呢 黑棋可以先拐一個 拐一個之後再搬 黑棋 這個地方白棋看似可以打出來 但是實際上 白棋打了之後 黑棋可以提在這裡 這個提是絕對先手 這樣子的話 這塊白棋依然是死棋 如果白棋想要跑出來的話 那也一樣 那也一樣 這塊白棋依然是 這塊白棋依然是難逃一死 這塊白棋依然是難逃一死 好 白棋接上 這個地方黑棋搬一個 依然可以把白棋給殺了 但是 局面會變得比較複雜 因為這是一個打結殺 白棋需要兩個本身結 才能夠打贏這個結 對吧 好比說白棋靠 這是第一個本身結 第二個本身結 要三個本身結 才能夠把黑棋給打爆 這個地方其實黑棋只要 衝一下 就算是這樣子交換 白棋提在外面 黑棋只是吃在裡面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把白棋全部殺掉 那這樣的話 黑棋就反敗為勝了 黑棋就反敗為勝了 好 黑棋藏一個 這是危險的一步 這是危險的一步 白棋衝 斷 打 接下來白棋下出了 非常精彩的妙手 就是靠在這裡 這個靠真的是精彩至極 這個靠真的是精彩至極 哪裡精彩呢 黑棋不是可以 像這樣子景氣嗎 這個時候 白棋景外面 這兩個子就死了 兩個子一死 黑棋這裡面就全部死光了 對吧 黑棋如果下在這 依然是怎麼樣的 依然是跑不掉的 所以這個地方 直接收氣 白棋沒有辦法 直接收氣 黑棋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吃掉白棋 黑棋只能突圍 那接下來突圍的方式有兩條 第一條是叫吃 第二條是 長 我們先說長 因為長不是實戰 白棋可以撲 再叫吃 再叫吃 雖然黑棋可以吃掉一個子 但是這塊黑棋依然難逃一死 是被白棋一氣吃掉了 黑棋接下來的這個打吃 同樣的也是可以這個 被白棋殺掉了 白棋衝 黑棋接 白棋叫吃 黑棋提掉 接下來就是一個一氣吃掉 實戰 實戰 白棋打一個 惡手 白棋打一個惡手 黑棋這個地方應該要選擇 作結完抗 應該要選擇作結完抗 變成打結 白棋如果下這個的話就死了 所以這個結是本結 黑棋跟白棋之間誰都不能夠退讓 誰都不能夠退讓 這個地方黑棋只要一個結台就可以把白棋打爆 好比說黑棋衝掉 打這樣 但是這個地方白棋的結台也很多 跟剛剛的狀況不一樣 剛剛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剛剛的狀況是白棋必須要有三個結台 才可以把黑棋打爆 現在這個地方雙雙都站在懸崖上面 誰退後一步 誰都會掉下萬丈深淵 這樣的一個概念 接下來黑棋提 這也是惡手 這個地方白棋只要衝一個 就還原剛剛那個 一氣殺掉白棋的圖 就一氣殺掉黑棋的圖 但是白棋接下來翻在這裡 把剛剛的妙手全部抵消掉了 黑棋作眼好棋 黑棋作眼好棋 這個作眼就先手 把這一塊白棋全部殺掉 白棋就算連下兩手 黑棋也可以把白棋殺掉 這樣子一來的話就怎麼樣呢 黑棋 把白棋給全部殺光了 黑棋馬上就下了一步 惡手 這步棋相當於是停了一手棋 我們剛剛說這塊黑棋已經先手把白殺了 所以 黑棋 以上帝視角來看 應該要選擇 彎 把這塊白棋 全面的 徹底的殺死 把這塊白棋 全面且徹底的殺死 這塊白棋 理論上還有活路 理論上還有活路 我們等一下 到了最後就可以看到白棋的活路了 白棋靠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在作眼 拼命的作眼 這個地方其實白棋可以考慮 搬在這 搬完之後 白棋再虎一個 這個地方 黑棋打 白棋就接上 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地方 黑棋如果想要破白棋的眼 白棋可以靠夾一個 把這塊黑棋局部變成死棋 來把這塊黑棋 局部變成死棋 所以局部來說的話 這塊黑棋是死的 局部來說這塊黑棋是死的 但是如果白棋 發現 夾一個被黑棋彎然後靠進來殺黑棋 氣數不夠 當然這個機率不大 我個人覺得機率不是很大 白棋也可以選擇怎麼樣 靠在這裡 白棋也可以選擇靠在這裡 靠完之後 再虎一個 這個地方黑棋也怎麼樣呢 也沒有辦法殺掉白棋 黑棋如果想要強硬的破這個眼 我們且不論這個 街上是先手 這個彎刺很顯然的 白棋做活了 就算白棋只選擇這一步 靠 黑棋這兩個字也救不回 這兩個字也救不回啦 那這樣的話白棋活得太大 白棋活得太大 所以這個實戰 白棋應該要選擇翻這個 應該要選擇翻這個 實戰的這一步 如果黑棋立下的話 就相當於是什麼呢 白棋自己 切斷了自己的一條活路 切斷了自己的一條活路 當然啦現在 黑棋也不能夠退讓 黑棋只要退讓 白棋就必活 黑棋必須要打在這裡 跟白棋打這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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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好 白棋 白棋是不是 依然是 依然是可以做活的 如果 如果打這個結 黑棋退讓的話 白棋可以靠這個東西 做成一個比較猥瑣的火棋 做成一個比較猥瑣的打結火棋 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局部來說是一個火棋 如果說是這個樣子的話 可以靠這個打結來做活 當然啦 比較複雜一點 當然比較複雜一點 各位同學沒事的時候可以多算算 多做做死火棋 這樣可以增加自己的計算力 黑棋衝 這是有問題的一部棋 我們剛說了 白棋的搬虎是先手 白棋的搬虎是先手 所以這個地方的白棋是可以利用這個搬虎的先手 直接 二路搬在這裡 直接二路搬在這裡 黑棋是沒有辦法用牆的 黑棋如果敢用牆下在這 白棋就這樣子搬一個 白棋就這樣子搬一個 如果黑棋提 白棋就頂住 這塊腳 再被白棋搬到打到 就死了 這塊腳如果再被白棋搬到打到就死了 所以這個地方黑棋 教室在這裡也一樣 會被白棋搬死 會被白棋搬死 如果 黑棋不能夠打也不能夠打 只能夠擋或只能夠彎 不管是擋或彎 擋 就相當於這一部 這一部這個虎是先手 這部虎是先手 這個地方我們剛說了這裡的斷點 讓黑棋必須要遲早要補回來 遲早要補回來 接下來 白棋只要虎到這一下 然後接下來 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好像 擋到這一下就活了 擋到這一下就活了 就算 就算這個地方 黑棋想要靠這個地方 把白棋給殺死 白棋可以用這個地方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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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殺 逼黑棋 逼黑棋跟自己對殺 這個對殺無論如何 應該都變成 黑棋不立 應該都是黑棋不立 好 這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衝是有問題 應該要立下來 因為這個虎是先手立下來 對他的眼位 對他這裡的眼位 有威脅 對他這裡的眼位有威脅 而衝一個 對他的眼位是沒有威脅的 但是實戰白棋 立下 這是一個惡手 黑棋依然要擋 黑棋依然要擋下來 但是黑棋拐 黑棋衝 這是有問題的一步棋 這是有問題的一步棋 這個地方白棋如果 不怕複雜的話 可以靠下來 可以靠下來 靠下來這個地方感覺黑棋就完蛋了 別的不說 這個地方只要白棋用最簡單的 樸實的 頂在這裡 這個地方黑棋就只能夠像這樣 渡回去 打先手 對吧 打先手 接下來 別的不說 白棋這個地方的 擋住 白棋這個地方的擋住就是 絕對先手 就是絕對先手 怎麼說呢 黑棋如果搬不行嗎 不行 這個地方被白棋全部 全部緊住之後 白棋可以剛好做成兩眼火棋 白棋可以剛好做成兩眼火棋 那如果黑棋想要 在這裡破掉白棋的眼位可以嗎 也不行 這個地方別的不說啊 這個地方的 警是先手 力是先手 虎是先手 白棋是火棋 白棋依然是火棋 所以這個地方的白棋 在 黑棋頂到之後依然是很容易活的 但是白棋依然 下錯了 依然下錯 這個地方黑棋馬上翻過來就可以把白棋殺掉 這個地方黑棋馬上翻過來就可以把白棋殺掉 這個好像可以 好像沒有問題 好像是可以殺掉的 如果殺不掉的話 好像頂一個才能 才能夠殺掉 這個地方我好像 算錯了 這個地方 擋下來可以把白棋殺掉 擋下來可以把白棋殺掉 白棋這個班階雖然是先手 但是 白棋做這個眼 下面就被破掉 白棋做下面的眼 上面就被破掉 所以這個地方白棋是死期 黑棋拐這個有問題 黑棋拐這個有問題 白棋跳 再 長 接起來再這樣子 長一個 再這樣子 這個這個 再這樣子 接一個 這個時候黑棋應該已經殺不掉白棋 這個時候黑棋應該已經殺不掉白棋了 黑棋實在退讓 白棋搬戶 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件事情 白棋夾進來 可以把黑棋殺掉 夾進來可以把黑棋殺掉 所以理論上這個 虎是先手 理論上虎是先手 虎是先手之後呢 這個擠又是先手 我們就假設白棋 扳下來 黑棋想要把這塊白棋殺掉的話 局部點在這裡可以把白棋殺掉 可以把白棋殺掉 但是實際上 白棋擠在這裡 再緊這個棋 這塊黑棋是死棋 這塊黑棋是死棋 只要腳上的黑棋變成死棋 白棋就活了 因為這個地方棋少 因為黑棋的棋很少 所以白棋只要 把黑棋弄成不活 自己就活了 所以實際上呢 黑棋 這樣子下是沒有用的 但是白棋他下了一個惡手 搬在這裡 黑棋 黑棋這個地方 無論如何應該要緊住 應該要緊住氣 跟剛剛說的一樣 這樣子緊氣 就可以把這個白棋給殺掉 別的不說我們就是 這個樣子來 接上 我們就這樣子接上 如果黑棋提 白棋就點進來 如果黑棋坐眼 白棋就藏進來 無論如何 白棋是可以 讓黑棋不活 讓黑棋不活 白棋這塊就活了 但是實戰 這個地方白棋又下錯了 這個地方白棋又下錯了 這個是有問題的 白棋提根本就是 後手 根本就是後手 這個地方白棋 黑棋的本手就是 擋在這裡 做活 擋在這裡做活 我覺得 小軒可能是覺得 這塊白棋已經死光了 他可能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的 死活啊 可能我也沒有看到 這裡的死活 當然我也是 研究了之後 局後研究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地方 黑棋 不不會死 所以對局的時候 小軒沒有發現 也是無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地方無論如何 你不應該提在這裡 這個提是後手 這個白棋提是後手 黑棋這個提是 印了白棋的後手 這是 大問題手 黑棋 黑棋 黑棋這樣子 團入 當然啦 我們以上帝視角來看 雙方 白棋該假 黑棋該擋 應該做活 白棋這個地方 跳 黑棋 這樣子飛進來 想要 給白棋點教訓 但是這個地方實際上 黑棋 稀里糊塗下了那麼多 都不如3-3大 都不如3-3大 我們之前就已經 反覆強調過3-3的價值了 在收關時期3-3的價值依然很大 但是接下來的棋局 就變得比較 莫名其妙 好這個地方白棋 虎一個 正手 沒有問題 黑棋點進來再斷 接下來白棋應該要 叫吃 但是這個地方的白棋下在這 這是有問題的一步棋 太貪心了 對吧 太貪心了 黑棋這個地方有個 妙 有個非常妙巧妙的組合拳 黑棋實戰 打在這裡 接下來的下一步是 點 下一步是點在這裡 這個地方同時 瞄準了白棋兩個弱點 第一個弱點就是 接上 這個斷點 第一個弱點斷掉 第二個弱點是爬回來 白棋的 本手應該就只能夠 接在這裡 讓黑棋爬回來 但是如果今天白棋想要用牆下在這 黑棋可以先斷一個 再打一個 然後 接上 這個地方的 白棋就陷入了兩難 陷入了兩難 今天如果 白棋要從腳上收氣 這一塊白棋只有三棋 就會被白棋 就會被黑棋給殺掉 如果白棋長氣 我們且不論這個地方黑棋 有沒有可能 掙扎把這塊棋給板殺掉 黑棋只要立下來 5棋對4棋 就可以把白棋殺掉 就可以把白棋殺掉 所以說如果白棋用牆的話 整個腳就會死掉 黑棋只能夠選擇 街上 只能夠選擇街上 讓黑棋盜回來 白棋只能街上讓黑棋盜回來 接下來這個地方 預棋 白棋還必須要再補一手 遲早的事必須要再補一手 所以這個地方 實戰 黑棋 下在這裏有一定的問題 但是 最有問題的一部棋是沒有下在這裏 沒有下在這裏 這部棋真的是 非常可惜 小萱算不出來 其實情有可原 但是以後 一定要算出來 以後一定要算出來 好 那 這個地方 白棋 黑棋打在這裏之後 打在這裏 然後爬一個 這裏一連串的送死行為 是很有問題的 接下來 白棋的這一部 夾 出手了 小萱就這樣子 死光了 小萱就這樣子 死光了 這個地方只要黑棋回過頭來擋住 那棋局雖然說有一點細微吧 但是應該還是黑棋 應該還是黑棋 白棋實戰在下面下的非常有問題 實戰在下面下的非常有問題 中間的對殺也很有問題 但是黑棋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的死活 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黑棋的死活 一定要小心 這個棋行 要對棋行敏感 以後下棋才能夠避開許多的陷阱 如果說棋行不夠敏感的話 會浪費很多計算力在 沒有用的地方 好那我們這局就講到這吧 謝謝大家 祝大家幸運